师父就想讲过一百个善的问题 想问一下师父 是不是其实我们在不必要说一定要许一百个善 但是只要用心去做的话 关键是全心全意的去做善事 而不要去计较这种数字 如果计较数字反而生烦恼心有漏 是不是这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还是境界问题呀 那你说师父要不要许一百个善事啦 不用 你们就是到不了这个境界才给你们学 教你们这个方法的呀 你们就是不自觉呀 你不自觉你再不给他一百遍 一百个善事的话 你说要叫他自觉一点 你碰到个不自觉的人 你叫他自觉一点 你不得害他 明白吗 用数字的方式去激励他 你在人家面前跟人家讲高级的东西 你跟一个小流氓跟他说 你以后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善事做好事 他不打你已经蛮好了 你要规定他的 你必须一天做一百件 或者一个星期做一百件好事 不规定行的 你跟这种关在监狱的人 你跟他讲什么自觉了 明白 现在一百件好事就对你们这些懒惰的人 学习觉得不好的人 才这么规定的呀 逼着你们做好事呀 你又跑出来跟他讲 哎呀你们觉悟很高的 这样反而不好了 那你要看每个人的境界的呀 听不懂啊 明白 答案师傅 好了 看谁的呀 看谁在唱高调的呀 嗯明白 所以我在这里管孩子 你要严格啊 你不许这样不许那样 哎呀 你让他们去吧 他们会自觉的呀 你不在害他们呢 他们还不自觉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做的 听懂了吗 听懂了 答案师傅 唱高调的 听懂了吗 感谢观看